接下来为您播出小区大事 闹市街头 多年的儿女亲家竟然大打出手 大分跑在她的公公婆婆的身上 原本孝顺的儿媳为何突然翻脸 因为她说话太难听了 就说我有外遇 前轮之乐成了奢望 是什么阻挡了祖孙相聚 他要把我的手掏一掏 小孩心里边都做成那种隐形了 小孩见到他都哭 隔不断的祖孙情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在披州市碾庄派出所 110指挥中心的电话又一次打了进来 据报警者描述 在碾庄镇的闹市上 有几个村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并引起了交通拥堵 接到报案后 值班的民警们马上集结 火速赶往事发地点 抵达事发现场后 眼前的景象让出境的民警们大吃一惊 因为发生肢体冲突的 居然是三位已过花家之年的老人 其中有两位老人还被粪水泼了满头满脸 这位一直在向大家哭诉的人是张大娘 她和老伴张大伯今天是来儿媳这儿看村子的 恰好遇上了儿媳妇的父亲 可是应他慢慢没有想到的是 和清家公刚说了几句话 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不仅孙子没看成 还被泼了一身臭轰轰的大粪 看着现场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为了尽快平息老人们的怒火 恢复交通 出境的民警指的让狼狈不堪的张大伯和张大娘 先回家进行清洗 然后再向他们询问事情的经过 当时他的大粪破了他没一身 后来我们就让他把衣服洗一下换一下 后来再到我们票所进行调解 张大伯和张大娘被清家公破了一身大粪 这在碾庄镇的闹事上可吸引了不少人 以至于交通都一时被堵塞了 直到民警赶到现场 才总算驱散了人群 也暂时压住双方的怒火 按理说 这两家做亲家已经十来年了 有事可以做起来慢慢商量啊 究竟是什么原因 能让这三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 如此不能自已 在闹事街头这样剑拔弩张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回家换过衣服后 张大伯和张大娘来到了碾庄派出所 他们的情绪稍稍舒缓了一些 我对我儿子走了 我看孙子还有点个心 还有宽人点 对不对 原来张大娘的儿子在几年前 因为出了工伤事故不省身亡 接下来媳妇小敏 还有一个年幼的男孩 现在小敏在碾庄镇上开了一家小店 孩子就在镇上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张大娘想孙子了就来镇上小敏的店里来看 以前无论如何都能看到孙子 可是今天却是没能如愿以偿 孩子爸都说了 从你以后 你你要吵汗都不给你水分间 那还叫你一个人那个制度 往小张一看 你再不再搞一个小 家看一看不家看了 那还不难受更难受 说到这里 没有看见孙子的张大娘悲痛欲绝 马上就把矛头指向了儿媳妇 据儿媳妇小敏强 正是因为张大娘每次来看 总是在孩子面前指责自己 在言语上不加掩饰 他怕给孩子的心理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这次才不想让张大娘见孩子的 张大娘一共有三个孩子 老大是个女儿 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 去世的这个是她的大儿子 在张大娘的话语中 我们也感受到了她对这个儿子的偏爱 张大娘当中最喜欢的是我大儿子 不知道 我都有 都亲信都喜欢他 通常他都说话都叫你喜欢 张大娘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一家人靠重地生活 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 根本就没有钱供三个孩子读书 从小学习就好了 我小孩的学习也行 但是我心挺的 我那回都住下 学习住一个段元 后来买黄金又住一个两段元 张大娘说 那是自己总是生病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所以没办法 只能让接到了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大女儿 和正在读小学的小儿子辍学 集中家里的所有精力和财力 培养大儿子 我女儿一个科外打工 16岁都下学 她都不要了上了 只有她自己 我都把她自己 叫她哥上 我小了 那么在13岁都下来了 都来各家主持着家 于是大儿子被学家人寄予厚望 都盼着他能够考上大学 走出农村 光宗要祖 所以他在张大娘的心目中 就更重要了 想赌放到人 正如全家人所希望的那样 张大娘的大儿子 终于不负众望 考上了大学 一家人都是喜笑眼开 为了给大儿子凑学费 张大伯把粮食全都卖了 把家里养到半大的猪也卖了 就这样 勉强凑过了第一学期的学费 我小龙到家 26岁还没 25岁还没订财 为了他哥上大学 即便是这样 在张大娘看来 自己全家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大儿子上了大学 全家人的幸福生活就指日可待了 但是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半年之后 有一件事情毁灭了他所有的梦 大女儿接到录取通知书 张大娘没让他去 而小儿子刚上小学 张大娘更没有多余的财力去供他 张大娘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去供大儿子读书 他把赌注都下在了大儿子一个人身上 一门心思就盼着大儿子能考上大学 没办法 家里实在是不富裕 在一家人的苦心经营下 大儿子总算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考上了大学 可是就在大儿子读完大一后的那个暑假 小伙子带着一个姑娘回家了 没错 他恋爱了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让张大娘更加震惊的消息 正是这个消息改变了张大娘的理想人生 儿子的突然离去 埋下了矛盾的隐患 我哭了 我都想完了 我没了老爸 如果老的生不干的 十来万个年 障碍平面 儿妻能否坚守承诺 细夫尽孝 我会尽孝的 这哪尽孝的 隔不断的祖孙情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就在大儿子刚上了一年大学后 他带回家一个女孩 望着眼前的姑娘 张大娘不知道如何开口 不是同学 他当时说的 妈我给 他都说给了公表代谢 儿子刚上大学就交女朋友 这让张大娘很是意外 他认为这恋爱谈得过早了 可是他劝阻的话 还没有说出口 儿子又说了 他又和这个女孩结婚 大儿子的这个想法 让张大娘更摸不着头脑了 对于大儿子的这个决定 张大娘根本就不同意 就连平时很少提出反对意见的张大伯 也是极力反对 老两口不同意儿子的这桩婚事 一是因为没有钱跟儿子张罗婚礼 而是觉得这个女孩的学历有点低 和自己的儿子不般配 因为当时他是上大转的 我儿我是从中上 所以说可能家里边就在那 我也不是嫌他 储疑 我也不是嫌他没有文化 因为他上厨疑 我儿子上大学 我就说我的经济跳不过来 虽然儿子一直软磨硬泡 但是张大娘就是一百个不愿意 万般无奈下 儿子最终道出了实情 女孩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张大娘 没有了任何回绝的理由 老师那心情也就这样算了 两人和孙子来到了 是一条命 还能再说了话吗 对于这个大儿喜欢满意 你那不满意也满意了 你旁边说什么话 已经这样了 你来的你已经做错事了 你不能再把人上外退 这是打做人的人格 对不对 这个女孩就是如今儿媳妇小敏 虽然张大娘默认了她这个儿媳妇 但是自家的经济情况 是出不起聘礼 办不起婚事的 更没有钱盖新房 索性小敏说她不在乎那些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 家里就多了两口人 张大伯夫妇俩的生活压力 就更大了 大乐一边给她交学费 一边交生费费 还得一边给她亲生 还得一边给她 给她扶养她写的水贴 还好 盼望大儿子毕业工作了 家里的负担 一下子亲了不少 于是张大伯夫妻俩 就给儿子和儿媳妇 博办了婚礼 婚礼后 儿子和儿媳妇 更加孝顺两位老人了 对我很好 也都是病留了 也都是学习放款 办婚礼之后 还给我过两年多来 我吃喝 有盐才睡 她也不要她找 工资 她留了 工资 她留了 从来没给我一份钱 为了让儿子的生活能过得宽裕点,生活上所有的琐碎开销,张大娘都自己承担了。 虽然手头有点紧吧,但是老两口能和儿孙天生的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即便是辛苦,可心里面却是甜的。 就在张大娘认为,这种天伦之乐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大儿子却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张大娘说,儿子是不愿意搬走的,这个想法肯定是儿媳妇的。 虽然张大娘心里非常不愿意儿子搬走,但是她最终二话没说,果断同意了。 在她看来,只要儿子日子过得舒心,她什么都肯答应的。 可是儿子去镇上买房子的钱,就让张大娘为难了,因为这些年,家里的收入都用在供儿子读书上了。 后来孙子出生了,家里就更不可能攒下什么钱了。 我还挺有的钱,我还中电还给她了,我给叫了一万,收负金。 然后借了完,隔八万。 房子最终是买下来了,大儿子随后也搬走了,于是张大娘就去镇上看儿子。 看着这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她也就觉得高兴了。 从以前什么没有,倒有了房子,其实当时也感情那是平静好的。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儿子搬走还不到半年就出事了,她在上班的时候从高处摔了下来。 这件事对张大娘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她一直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我哭了,我都想完了,我没了老爸了,我来来救我了,你不给我救我了。 张大娘看着儿子冰冷的身体,得知自己最喜爱的大儿子再也抢救不回来了。 瞬间觉得天塌地陷,甚至都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我真的要哭,为什么? 因为我打了,我都感觉是让她最受伤受了。 你为什么今夜你都离开我了,我留给她交回来,你不疼妈妈,你不给妈妈说几句话,你就走了。 所以说我都这样。 这个男人的离去,伤心的女人不只有张大娘一个,还有儿媳妇小敏。 丈夫的突然离去,让小敏一时也承受不了。 那平定的,她还不是想表现的话,不是想让林总重视她表现的话,她能那么平定的话,说让女士,我跟她去做了,是她的妈妈的表现,她去做了。 在儿媳妇小敏看来,家里的经济压力非常大,如果自己的公婆能多帮助一些的话,丈夫也不至于这么拼命工作,这个厄运很有可能就不会降临到这个家庭。 可是,张大娘却认为,这儿媳妇违了当初的诺言,非要住新房,所以自己的大儿子才会有这么大的经济压力,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 在这件事情上,婆媳两人心里都咯咯答答的,虽然两个人有了芥蒂,但是那时,大家都还沉浸在痛失亲人的悲痛中, 谁也没有把她说出口,而是深深地埋藏在心急。 钱还没到位,对不对?她说了,她说了,我不会背叛张国人的,我会把她给她养大,把她养老送入,我会尽孝的,替她尽孝的。 看着孙子一天天地长大,张大娘有时会产生错觉,仿佛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大儿子。 她又回到了小时候,在院子里玩耍,为着自己逗乐子。 虽然还是时常想起大儿子,但是有儿妻和孙子在,张大娘多少都能得到一些慰藉。 儿子给自己带回了媳妇 然后又有了孙子 一家三口又搬到了镇上的新房 张大娘看着高兴 她认为儿子的日子越来越好 自己也快熬出头了 可是谁又能想到 突来的一场变故 让张大娘的希望彻底破灭 儿子因为工伤事故去世了 这一打击让张大娘 一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不过还好 儿子没了 还有儿媳妇 最重要的是还有孙子 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 这个坎总能迈过去 所以张大娘不管办什么事 宁愿自己吃亏 都站在全家人的立场去考虑 但不久 张大娘发现 儿媳妇小敏变了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由于张大娘的儿子 是因为工伤事故死亡的 所以工厂支付了家里面 一大笔抚恤金 这样张大娘和张大伯儿媳妇和孙子 四个人平分了这笔抚恤金 因为儿媳妇答应张大伯夫妇要给他们养老送中 老两口也体调儿媳妇的不容易 就从分给自己的抚恤金中拿了十万元给了儿媳妇 一是为了帮她还清房款 二呢 也是为了能让儿媳妇好好抚养孙子 平静的日子过得总是很短暂 就在张大娘丧子之痛稍有缓解的时候 就有人来跟儿媳妇说亲了 那回革命 儿媳妇已经弄往我失望了 说了她要走 她那人家给我介绍一个 我想走 更让她气愤的是 儿媳妇居然动心了 我不可能的 都是她第一次跟她说的 说她就这种反应 我女儿媳妇 听到人媳妇说 要带孙子一起改嫁 张大娘就非常生气 坚决不同意 我女儿走 我也不儿 放着你 但是我不能让你带到人家 我这是我心脏的唯一个骨鞋 我大人给我留下的 她说不行 我得带走 当时说好的 然后小孩呢 晚带着 你该怎么看还怎么看 后来她心里外 她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于是 关系一直还算融下了婆媳 在这件事情上 发生了第一次争吵 最终 儿媳妇一气之下 抱着孩子 回到镇上的新房里 跟苗说 在我家里的过日子 她说的 连她父亲都说 我会在家里的 把小孩给你分享 把你两个老的养老孙女 我不会走 然后她没成一年 她走了 儿媳妇带着孙子走了 张大娘的心 一下子就空了下来 没了孙子在身边 张大娘更加想念 一年早逝的儿子 天天拿着大儿子的照片看 悲痛不已 你们好 孩子在这儿 一切都好 请你们放心 天亮了多么的心思 无关呀 可以学会了照顾自己 只要怨你们好 孩儿就安心 大儿子是再也回不来了 孙子就是儿子生命的延续 就是自己的命根子 必须要把孙子留在身边 于是张大娘决定 到镇上去找孙子 正在为女儿将来生活 担忧了亲家公 看见张大娘 因为她又来和女儿吵架了 自然语气就有些生硬 但是这让本就伤心欲绝的张大娘 接受不了 于是双方就吵了起来 听见亲家公说 要让儿媳妇改嫁 就这一句话 一下子戳到了张大娘的伤口上 这让她再也无法承受内心的痛苦 言语上就更加的激烈 小米改嫁这件事上 让从没红过脸的两个老人 吵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时小米已经带着孩子回来了 看到眼前的姨母 她认为婆婆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 自己不能再在这个家待下去了 丈夫已经不在了 可这孩子还需要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了 这在张大娘看来 这儿媳妇小敏违背了当初的承诺 不仅带走了三十万元钱 还带走了房子 最关键的就是带走了被自己视为生命的孙子 不能看见孙子 张大娘更是天天在家以泪洗脸 人过花甲又经历了丧子之痛 没有了希望的张大娘 看上去比十几年龄要老上许多 儿子留下唯一的孩子 成了张大娘心里的寄托 可是张大娘的儿媳妇还不到三十岁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年幼的孩子 在农村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 有了改嫁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张大娘却接受不了 她同意儿媳妇再嫁 但是不同意儿媳带走孙子 于是一纸诉状搞到了法院 可是现实真的不能让张大娘如愿 毕竟年幼的孙子还不能离开母亲 法院最终把孩子的抚养权 还是判给了她的儿媳妇 那么儿媳妇为什么就不能让张大娘 去看孙子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见不到孙子张大娘伤心欲绝 不知道我可能受不了 派出所民警能否筑起重远祖孙情 我们呢就是选专手给她挑截 割不断的祖孙情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最终的判决结果 张大娘实在不愿接受 可是她又能怎样呢 于是张大娘想看孙子了 就去学校找 挨个教室去找 因为我学着可以 现在明天这么喝泡的孩子 我现在我都看一动 那两个都跟小孩挺 我都疼都想哭 后来小敏知道后 跟学校的老师反映了这个情况 因为她认为 现在作为奶奶的张大娘 一看见孩子就哭 这会让孩子害怕 产生心理阴影 不是以孩子的健康成长 买的衣服在学校里边 让小孩拿的 小孩没拿 然后她都说的 你这东西 你不要是吧 你连那爷奶奶都不认得是吧 你喊别人爷奶奶 自己的亲爷奶奶都不认得了 张大娘认为 孩子对自己的态度有变化 一定是受了别人的指使 所以当她看见自己的儿媳妇 和现在的丈夫 一起出双入队时 心里面就更是 翻江倒海的难受 你弄的怪男人 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然后她说话都想到 三十二百都太难听了 她对象呢 都说这句话 以后我都不让你见 打几关后都我说 不能让你见谁了 我你不让我见 瞧瞧 想这样的吵闹 据小敏说 已经发生过四五次了 她心情发生不和 越来越 都是越来越严重 都上这来 她心里也不舒服 都上这来闹的 所以说导致 后来越闹越讲 儿媳妇已经不是自家的人了 现在就连孙子 都喊别人爷爷奶奶了 张大男的心里 别提有多难受了 而且现在即便到镇上 也是经常见不到孙子 整个人的精神 变得萎靡不振 就在张大娘对生活彻底绝望的时候 有一个消息 让她又寻得了遗险生机 村里有人说 她的儿媳妇小敏又怀孕了 这个消息对她来说 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她认为 如果儿媳妇和现在的丈夫 有了自己的孩子 那么自己的孙子 就成了多余的孩子 很可能会受到嫌弃 那她是不是 就可以把孙子要回来呢 张大娘越想越着急 就感觉自己的孙子 现在就开始受委屈了 于是她马上叫上老伴 去镇上找孙子 受到阻拦的张大娘 这回可是不干了 于是她直接和人媳妇 吵了起来 她刚才又骂人 我也不会骂她 然后你想她 竟说那些难听的话 后来她遣除到 现在说了现在的对象 把以前对象 说给害死的 你想阿爸 听了肯定生气 人心苦苦给带小孩 你还说那话 你想阿爸不生气吗 正在跟女儿帮忙的庆家宫 这次亲眼见到了 张大娘和女儿吵架 二话不说 去厕所 弄了一袋粪 剔头盖脸 就朝张大娘身上泼来 于是就出现了 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整朝街被围观的群众 围得水泄不通 根据这样玩的出发法 构成物不如他人 可以这样一举留 五天以下 负责这个案件的 杨军副所长 为了不让这两家的矛盾 再次升级 决定先给他们 做调解工作 假如我们要是将 面标的亲生父亲 要是举留的话 以后他们在一起的 出份会越来越深 以后他们要再 见到他的小孩 就是更加困难了 以后两家更不可调和了 民警对整个事件 进行了解后 知道两家原本是亲家关系 这个孩子是问题的关键 张大娘就是想经常 看到孙子 而这次双方产生的肢体冲突 如果完全秉公执法的话 不利于解决他们的矛盾 于是民警们决定 让他们双方进行调解 争取让他们和解 恢复平静生活 碾庄派出所的杨军副所长 为了调查清楚 矛盾双方的真正意图 于是对他们两家 分别进行了走访 他先来到了 儿媳妇小敏的小店 正好遇到了小敏的父亲 杨所长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开头 可是一谈到孩子的问题上 小敏和他的父亲 却口径一致 不想让张大娘过来看孩子 对于父女俩的顾虑 杨所长早就做好了打算 杨所长听出了小敏的颜外之意 他认为现在要给张大娘做工作 让她能够接受现实 于是他告别了小敏父女俩 又来到了张大娘家 刚开始于缺解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理解 就认为喵喵的父亲 让我们两人身上都破大分 构成侮辱我们两人 你们派出所应该依法处理 将他们生之依法 但是我们从小孩 喵喵的孩子成长的方面 做他们的工作 这时张大娘又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她怕自己以后 还是不能顺利看到孙子 不能说每次一来的 找他的孙子见面 就骂他原来的爱情 也不能因为这件事 每次就发生正常 正常完之后就打 这样的对小孩子 这个成长也不利 作为奶奶的张大娘 一听到不利于自己孙子的成长 立马就答应了杨所长 因为在他看来 现在什么都没有 孙子的成长重要 要是怕产生一些矛盾 不必要的矛盾的话 他们要到我们派出所来找我们 我们会派人去协助他 见孩子 然后呢 就是顺便再给双方呢 就是缺解一下 让他们呢以后呢 正常的过程的深刻 杨所长的一席话 彻底解除了张大娘的担心 为了让双方都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杨所长回去后 又来到了小敏的新家 希望小敏能把张大娘 后来给他用于还房款的 那十万元钱还回去 十万元钱都是春开银行里了 春生死去的了 春弄远银行 虽然小敏是答应了 但是杨所长还有一件事 不能放心 他决定 等小敏现在的丈夫回了再说 说是他当妈 肯定不会担心了 他就怕你 这是呢 这是第一件事 这几年看到你之后呢 我都要放你了 这以前我们都跟他说过 你看一看 只要你不来找不了 是的 小敏说 对于张大娘的做法 他现在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也希望张大娘 能够从悲伤中走出来 小孩现在年龄小 给他的母亲 正常呢 也许有可能更利于他的身心健康 另外一方面呢 等小孩年龄大了 小孩年满18周岁 他有自主权 他愿意给你爷爷呢 就给你爷爷呢 愿意给你给他的妈妈 他就可以给他的妈妈 他们认为呢 这个时间段呢 就是虽然要等将近十年嘛 但是他们都还能等得起 所以说呢 他们都还有喜吗 时间证明 我们日内贯职 有时上级公安机关的 共调对接的决策 是正确的 共调对接实施以来 人民群众对条件工作 满意率去持续上 民转型 行判案件的发生旅 决计上防旅 和群庭事件的发生旅 不断下降的 三成散将的目标 经历得到了释放 民以后呢 闲入好转 受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这个法律效果 纵观我们今天的故事 张大娘和儿媳妇小敏 在经历了丧子丧夫的悲痛之后 都把爱和希望投向了同一个人 那就是张大娘的孙子 他们之间的矛盾 产生于爱的方式的不同 我们希望婆媳之间 能多一些沟通 多一些理解和体谅 那么让孙子健康成长 这个共同的目标 就不难实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送的我咋能来 那你给老死吧 四面不不得 决心儿子满心冤屈 他说我心里拿这个货别 和国里出入来 都知道是最委屈的他生活 都不知道 儿孙满堂 缘和养老却成难题 难分的家产 小区大事下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